双城对球星沙诺遭到指控在2015年一图性妻女摄影师大联盟当局已经展开调查 美联社分享 美国职棒MLB双城对球星沙诺美国CO遭到指控 2015年一图性妻女摄影师大联盟当局已经展开调查 摄影师毕森Batsy毕森今天在推特推特写下事件经过 指称沙诺出席一场在地方卖场举行的签名会之后 意图性侵他 MLB发言人迪文Mike Tavon透过声明表示 我们得知指控目前正在调查 毕森当时为双城日报Twins Daily工作 他说沙诺一直不断抢吻他 试图抢拉他进浴室 他抓住我的手腕 我拒绝了 毕森在推特写下 真的很痛 他死命抓住我的手腕不放 但我没有放弃抵抗 然后他弯下身子多次要抢吻我 我每次都说不要 且往后躲 毕森说 我当时蹲了下来 手腕强烈愁痛 我大声尖叫 但没有人来救我 纠缠了十分钟要拉我进浴室 他最后终于放弃 他没有强暴我 但他侵犯了我 当我说不要 他就应该停止动作 他应该要尊重我的话 并且停手 而他弄伤了我之后还继续 沙诺今天否认所有指控 发布声明说 我坚决否认 天一切对我的指控 这些事情从未发生 沙诺说 我非常尊重女性 特别是职业运动产业的女性工作者 同时也对遭受性骚扰的女性深感同情 我们社会不容 这事发生 毕森表示 双城队当时不知情 球队今天发表声明说 迷你苏达双城队今天得知沙诺因2015年球季的场外活动遭受指控 双城队将与美国大联盟一样非常严肃看待这些指控 未来收集更多讯息之后才会进一步的评论 24岁的沙诺今年创下28支全雷达77分打点的生涯 新高首次入选明星赛